资粮库 就是资粮库里面有没有 因为很多的理由 也很多的说法 很多很多不同方向的 但他没有一个这个 就像那个 不倒翁 他中间有这个 怎么弄他的不倒 对不对 中间有料 是不是 你说是中间没有 然后你又想着 左边也好 右边也对 所有东西都对 但是扑通一下 不能像不倒翁 屹立不了 享受着各种可能性的一个进 那所谈那么多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意义 是不是 所以 的确 他写的是很无奈的 就说 人在异地 在他乡 很多的东西 也想做好 但是 尤其 年龄一天天的大了 这方面 也不能做完整的坚固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比较令人担心 那这些 为什么我们要经常看别人的例子 别人的心得 我们才能够产生某种的信心 好 虽然故事不尽相同 但是 在我们内心深处里面的这个调动 比较有一个 可以回溯的这个一个方向 有的时候 他的故事虽然跟我们不同 但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足 所以撑过去了 问题就解决 但怕就怕什么 怕就怕 开门 这个每天面对的红尘 有那么多的事情 那么多的挑战 没有足够 让你每一个东西都有一个对应的 让你看到一个未来的方向 一个目标 你在哪一个地方没搞对应 可能就撒娜娜娜 而且现在红尘这么样的现实 对吧 所以很容易就 就让自己 是不是会退到心 是不是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想法 我想还是 在你的努力程度上 在尽快的时间的吸收里 才能做最大可能的保护自己 否则就 你也只能人云亦云 那最后 谁对呢 就不一定 所以 今天的整个这一段 今天的共修 我主要是 不管是这学员的提问 也是看到 就是说还是有很多 你现实面里面 你要看到的 你要抉择的 有时候现实跟你的想象 跟你的心中的期待 有时候是不一样 但不一样里面怎么样去把它调到 至少差异不大 或者是抓到你应该要着力的重点 这就是平常我们的努力的这个氛围够不够 很多的坚持有没有 交加每个礼拜 我们难得一句的共修 对不对 我们这礼拜来讲的是这样子的一个 你的持有的态度与精神 你这礼拜你听进去 可能神秘的挑战 在这个礼拜来洗礼 你就很容易就读过了 因为听过了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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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解采连